還有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大家好 拿著布袋戲友 活潑的與台下小朋友打招呼 文化部長李遠日前出席 2024兒童戲曲巡演活動 請小孩來看戲記者會 他笑說 這是他當部長以來最快樂的一天 請小孩來看戲 邀請27組表演團體 深入台灣各地 重新為小朋友設計劇目和對白 藉此走進校園走出戶外 讓家長習慣帶小朋友 欣賞傳統戲曲之美 認識傳統文化 進而培養新一代的戲名 其實今天是我來做文化部長 最快樂的一天 那我們要啟發小孩子欣賞戲劇 欣賞藝術的話 戲劇是一個最好的方式 因為小朋友比較容易被戲劇吸引 劇情還有音樂還有表演方式 所以這是一個最簡單 最容易走進校園吸引小朋友 開始知道我們的傳統文化是甚麼 我們也希望看戲 不只是小孩子而已 它也能夠影響大人 所以有親子一起到戶外看戲 那麼這就是我們今年第一次 所見辦的2024的傳統歌仔戲的會演 兒童歌仔戲的會演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今年推出傳藝勾樣校園選演 即兒童歌仔戲親子劇場會演兩項計畫 類型從歌仔戲 布袋戲 皮影戲 傀儡戲 說唱 原住民鼓搖 客家歌謠等等都有 預計將習四萬多名的學童和親子共同觀賞 過去傳藝勾樣這一年的合作當中 我們有九個縣市有機會接觸到我們的這麼優秀的傳統的劇團 尤其讓我們感動的是這些劇團代替我們來到我們台灣的山上海邊 讓我們的小朋友都能夠感受到我們傳統戲曲的美 我期待的這次除了藉著兒童劇吸引小朋友來看戲以外 可以讓更多的家長就以前沒看過傳統戲曲的 沒看過歌仔戲的觀眾朋友 可以因為這次帶著孩子來觀賞這次的兒童劇 讓他們可以進一步認識歌仔戲 可以看到歌仔戲的用心歌仔戲的曲調之美 身段之精緻讓他們可以藉著兒童劇入門歌仔戲 傳藝勾樣校園巡演和兒童歌仔戲親自劇場會演 將陸續於暑假啟動 期望讓台灣傳統文化持續向下扎根 融入新世代孩童們的生活當中 中央社時期記者周瑋哲台北報導